见在字意上虽然是指眼睛所见 可是它也同时是代表心或意识之所见 若是心或意识所见 是未觉见 觉见也为视觉 而非真正之眼睛所见 因此它又名非见 心与意识上之觉知 我们又称它们为物 所以物 就理所当然地被理解为非见了 可是非见也同时是无见所见 所以它见等于无见 但此无见所见 却能令它非见所见 而无法不见的可寥寥见 换个方式来说 若可见其无见 我们将能无所不见而寥寥见 正因为能见其无见 反而令我们无法不见一切人事物之真相 是名为物 若不知谜 心则不悟 既然谜能够让人见悟 那么谜实际上就并非谜了 悟者就是因为知了自己谜了 所以才能见悟 是谜悟于谜 若不见其无明 心就不能得知自己为何无知而无见 既然悟 必须见谜才能知其悟 那么悟实际上也并非悟了 简单来说 当我们知道自己已经对了的时候 才可知道自己错在那里 也只有知道自己是怎么错了 才有可能知道自己要如何才能作对 所以诸法信空的缘故 谜是众生度佛 物是佛度众生 这就是一法 有名平等法 所谓平等法 就是兼具与包括的意思 因此谜它兼具了物 物也包括了谜 所以是非谜物 同样道理 众生性即是兼具了佛性 佛性也包括了众生性 无二无分别 那么众生就并非众生 佛它也并非佛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